Hello,大家好,我是逃往上古的三爷 今天是2020年3月7日 距离武汉封城1月23号过去了有44天了 中国国内截止到3月6日的24点 新增99例,新增死亡病例28例 现有的确诊病例是22177例 像我在上海的话,截止到3月7日中午12点 就是今天中午12点 累计确诊342例,累计死亡3例 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 要知道上海是一个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 人口流动大,人来人往的 那说我们是怎么来控制疫情的呢 今天我就从我住的这个小区来说一下 管中亏报,我们就只见一班 今天天气好,我带孩子下去玩了一下 我们小区前面有一个大的草坪 孩子都喜欢在上面玩 我家的孩子从1月20号开始到现在已经有47天没有下楼去玩去了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 上海人都很怕死 全国人都知道,上海人他就是怕死 他怕死都比较敏感 做事就很小心也很谨慎 在平时你可能觉得上海有点大惊小怪 但是你到了这个肺炎时期你会发现 怕死是有好处的 怕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1月17号的时候 新冠肺炎在中国国内刷屏大概是1月20号 就是说1月20号大家都才知道新冠肺炎这个事情 1月17号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时候 那些上海老阿姨的那些微信群里啊 都已经开始买口罩了 好多地方都买空了买不到了 我那个有一个医生朋友做中医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要提前买一点口罩 所以呢我家从1月20号开始就在家里不出门了 大人不出门小孩也不出门 就害怕呀 孩子还小 我的儿子小儿子才三岁 本来打算回老家过年的 改主力也不回 全部待在上海 所以一直都不出门 第二点就是你看到小区里 他所有公共的区域 他都会去电气消毒 未来消毒 每天都会 他就会贴上一张纸一张表格 会说今天什么什么消毒了 然后用的是什么消毒液 然后含露多少 然后第三点 今天为什么可以下去出去玩呢 第一是天气好 第二是明显的感觉到 人的心情它已经放松下来了 你像1月底2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你打开微博一看 微博热搜上 从上到下 全部是国内的这个新冠肺炎呀 那现在你去打开微博一看 那个热搜又回到了以前那个样子 要么就是这个这个明星什么什么事啊 要么就那个明星什么什么事啊 要么就是韩国啊意大利啊日本啊伊朗啊他们肺炎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国内那个这个肺炎疫情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热搜了 所以说你下来看一下 然后小区里今天下来玩的人也多 但是你能发现 不管是什么人 从三岁啊小孩到六十岁啊 不管是小区的保安啊 邻居啊 还是有一些偶尔有快递啊 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 没有例外 然后我有别的朋友在外面已经开始上班了 他跟我说 大街上人已经很多了 多起来了 但是 同样的 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 没有例外 如果有个人没戴口罩 你会发现 怪特别怪 还有些地方你如果不戴口罩 他直接不让你进地铁了 第四点 学校还是一直在停课的 全部是网络授课 网络授课 开学的时间估计还要很久吧 很多公司 像我很多同学 他们也就开始上班了 但是上班都是在家里上班 网络开会 都不去公司的 避免扎堆嘛 第五点 你看我们小区啊 其他的入口都已经封闭了 只留了一个出入口 我们来管理的 所有的快递和外卖 不让进小区 全部放在这个大堂里 今天是周六 小区 今天的快递特别多 堆得跟小山一样 然后门口是有物业人员 都是在测量体温的 所有进小区的人 都必须测体温 全天厚的 第六点 物业是会帮助我买口罩的 帮助我们买口罩的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 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口罩还没有这么紧张 我们物业给买到的是这种 3M的N95的口罩 再后来就买不到这样的口罩了 再后来再买口罩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口罩 这种薄一点的外壳口罩 五毛钱一个 然后限量供应 每次订购的话 每一家只让你买五个 最近买的口罩 是这样的 白色的 稍微好一点点 一块多钱一个 还可以 所以以上 这几点就是 我们这个小区 在上海中华内战的一个小区 去 怎么去防疫 怎么去防止肺炎 一个一种 半封闭式的管理 而且 从始至终 我们这个小区里 就没有发现 确认的病例 也没有发现疑似的病例 也没有发现 跟这个确认病例 有过接触的人员 所以你可以看 上海这么一个超级大城市 总共也就三百多例 从始至终也就三百多例 其实都是一种 跟大家努力分不开的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这样参与的呀 每个人都参与都支持 所以说能控制得住 你如果再去看看 其他国家的防疫症的 看看韩国的 日本的 伊朗的 意大利的 那简直 就是心态大了呀 美国也是 跟闹着玩一样 就是 如果说 让他们抄中国的作业 我觉得抄的都不及格 他们可能觉得 现在 在中国的 这个 新冠肺炎死亡率 百分之二 不是太高 但是你要看一样 中国这个百分之二的死亡率 你要花了多大的代价 才达到了百分之二 这样的死亡率 如果你像 伊朗 像韩国 意大利 如果确认病例多起来 如果出现了医疗挤退 我觉得 那个死亡率 可能会到百分之五十 甚至更多 今天就给大家说 这么一些 聊一聊 谢谢大家 再见